大家好,我是空八空空中医师张顺忠 在这里跟各位谈谈有关骨刺 这间盘突出的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什么是骨刺 什么是这间盘突出 一般所讲的骨刺有两种 一种是硬骨刺,也就是骨质增生 另外一种是软骨刺,也就是这间盘突出 我们连里的脊椎,由颈椎,胸椎,腰椎,肩椎和尾椎所组合而成 每一节脊椎跟脊椎之间由一块软骨来做连接 这块软骨就是这间盘 它有很好的弹性,用来吸收压力 这间盘是一个互有胶质的水核和纤维环所构成 随着年龄的老化而形成硬组织 一旦内部的水核受到外来的压力而突出 伴随着外围失去韧性的纤维环破裂 就会往积水的方向压迫到神经而引起疼痛 这就是椎间盘突出,也就是软骨刺 当椎间盘退化或突出后,厚度会减小 当脊椎活动时,椎骨所承受的重量就会加大 会受到磨损和刺激,这时在关节的边缘就会长出新的小骨 这就是硬骨刺,也就是骨质真身 一般硬骨刺会长在颈椎,胸椎,腰椎,膝盖和足根 而软骨刺只发生在颈椎,胸椎,腰椎 第二个问题是,骨刺会引起哪些症状 长骨刺一般如果没有压迫到神经,是不会引起症状的 当颈椎骨刺压迫到神经时 会引起颈部,肩膀,肩胛酸痛,头痛头晕,颈部转动不灵活 手背会酸痛,手指会发麻,严重时下肢无力,走路困难 当腰椎骨刺压迫到神经时,会引起腰背酸痛 臀部,大腿,小腿会酸痛,麻无力 不能站久,走久,这就是坐骨神经痛 严重时,大脚变困难 足下垂,下肢萎缩 第三个问题是,治疗骨刺一定要开刀吗? 目前治疗骨刺的方法有两种 一种是开刀疗法 另外一种是保守疗法 也就是免开刀疗法 这两种疗法都各具有适应的症状 根据临床上的统计 约有八到九成的病人 经过保守疗法治疗两到三个月 能使症状缓解或痊愈 如果依经过正规的保守疗法治疗三个月 症状没有改善或缓复复发 严重影响工作和生活品质者 第二,或有巨大型的中央型突出 对脊髓或马尾神经广泛的压迫 引起大小便功能障碍 足下垂下肢萎缓缩者 三,或伴有椎管狭窄 脊椎滑脱等不适合保守疗法治疗者 这时可考虑用手术减压来改善症状 但多少要承担开刀后的一些风险 第四个问题是 中医治疗骨刺的原理是什么 中医治疗骨刺的方法是使用 高倍速浓缩的科学中药 外乎具有穿脾效果的高药 并配合牵引运运动的一种中和性疗法 它有以下几个作用原理 第一,补胜固骨 中药能补充椎间盘的营养 活化软骨细胞 促进胶原的合成 并能增加骨质密度 减少骨质的流失 第二,改善循环 中药能活血化瘀 改善局部微循环 使突出的椎间盘 缓纳护卫或产生脱手萎缩 使相关的急性发炎反应减退 并促使体内担任青道夫的吞噬细胞 将突出的椎间盘吸收掉 第三,修补神经 中药能够促进机体蛋白质的合成 提高神经元的活性 及其受伤后的再生能力 减轻神经脱锤窍 防止神经细胞的凋亡 四,调整免疫 中药能调整免疫 抑制过度扛进的免疫机制 架条原性细胞因子 使炎症疼痛减轻消失 使作用温和而持久 不容易复发 使用中医综合疗法 因无侵入性 在治疗上很方便 有效率又高 副作用又少 对于不需要开刀 或身体虚弱不能开刀 或开刀后有一些后遗症者 是值得考虑治疗的另一选择 对于不需要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